3月10 稻種播種45天 急需水灌溉 緬甸德巴村農民卻判不到水 即使是警鈴在水壩旁 但因天氣乾熱又沒有下雨 水壩除水不夠 原本水利管理局承諾 一星期三天 後來延長到10天一次 依舊還不及其 若不抽取地下水 只能看著稻子乾枯而死 農民向慈濟求援 終於能夠挖掘井水 利用抽水機灌溉 農民們也終於不再煩惱 80天後被救回來的稻子 各個稻穗飽滿 收割機來來回回好幾趟 農民們是忙碌又歡喜 2015年時慈濟就因水壩來到村裡震災 如今遇到旱災又再次相助 度過一關又一關 大安新聞 泰佐佐 陳永勝 黃露發 明天報導